喔~~ 喔~~ 好高好帥喔 我們叫他龍哥他會知道我們在叫他嗎 應該知道吧也只有他姓龍 哇~~ 哇~~ 第一球就這麼帥 第一局21比6 哇~~ 三樓下來的殺球 真的 他190再跳一下就三樓了 你們覺得丹麥的球迷很韓噓嗎 比起印尼跟日韓的還有馬來西亞 他們都是你們都喊喊口號的這樣 然後也不會有888 他一直這樣指什麼意思 剛剛說還敢切球啊 這樣嗎 安東山來了 我是甜蜜在球迷裡面的安黑 非常感謝 加油 謝謝謝謝 吃飯超級餓的 我們今天一整天就吃了一個熱狗跟一個可頌 我的天啊 到天啊的時候我一定要吃飽再來 欸 是那個 吉祥路嗎 好可愛 我覺得我們買第一天票這個策略其實還算成功 我覺得是耶 因為南丹基本上所有球星都看得到了 接著四強每個人都要打 但是一個失算 那時候不知道其他項目總值會輪空 你還記得我那時候全新八強出發之前做的梗子 一堆想看的全部都沒了 這次喜新革面直接買第一天 一個都別想跑 結果還是跑了一堆 我們等一下也是騎車回去嗎? 騎腳踏車啊 腳踏車便宜很多耶 剛剛早上騎那個電動車超軌 12分鐘180 這個就是我那時候想租的腳踏車啊 我坐在前面嗎? 對 但是這個超貴耶 五六百克狼 所以是兩千多 丹麥人都會用那個 載一些霍霍的小孩什麼的 逛街樓 弄得很像園遊會 搭一些朋友 欸有勝利的耶 Yonex贊助的比賽有勝利喔 我們現在來開箱一下丹麥的球牌賣多少錢 沒有價格耶 怎麼會這樣 原來有價格表 7 Pro 1200克狼 然後1000Z 1500克狼 這最新的 新出的球牌 88D Pro 1150 100ZZ 1450 它有兩隻的有貴耶 其實沒有特別貴耶 這裡的剛好是DK 這次是 Made in Taiwan 因為這是Tour版 就是中階版 才會是 Made in Taiwan Pro的全部都是日本做的 Yonex的小包包 零錢包 小小的 一樣有賣那個耶 Mini Tops 有TTY嗎? 沒有 這是Yonex的 這個是這次的紀念衫 經過上次全英的產通教訓 我已經查過了 這個台灣會進貨 一件三百 三件七百五 哈囉 它是龍牙TD 這個台灣好像沒有進 龍牙的類似中階款 這也堆的很像在清倉大拍賣 FZ我想看耶 我覺得FZ有一些衣服都蠻好看的 台灣很少賣耶 它的酒牌蠻好看的耶 很極簡耶 你看 FZ是打賣品牌 很帥耶 好Bubble耶 這是法國的 看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值得買的 吃差不多的東西 你覺得哪一場最好看的 天哥 我也覺得耶 但我覺得是因為國中打球太好看了 嗯 他們兩個打球都很好 一二三三三三 很震撼耶 你說三樓殺球嗎 而且它的殺球都就是這樣子耶 就是很刺 很尖什麼很刺 對很刺 很尖 好多的後牛 可是它的腳步都很清晰 來租腳踏車 喔 定了之後它這個鎖就會彈開 現在先回飯店放行 哇靠 這個人是190嗎 現在是晚上的7點多 我這台車的右邊剎車是壞的耶 所以我現在用右手拿GoPro 我剛剛用左手拿 然後結果發現右手剎不了車 還好那時候沒有飆車 不然就開箱丹麥醫院了 順便開箱一下丹麥的地鐵 其實沒有特別搬進 跟我想像的不大一樣 這裡買票也是信任值得 不查票 但是賣票被抓到 缺乏操作 是說你不覺得丹麥的都很友善 那店員都好親切的耶 嚇嚇 真的是維京人之辭 浪費他們維京人的血統 只有安賽隆知道怎麼使用這個血統 哎呦他昨天也超好棒的 前面是哥本哈根最著名的地標 小美人魚 前面一坨人那邊 我覺得哥本哈根真的 觀光位沒有那麼重 不會像義大利或什麼 就是你路邊全部都是賣紀念品的 會等於看底下王主要有沒有的 我們那時候在國營有遇到很多人 那是因為在場館外面啊 我們現在離場館很遠 OK前面那個就是小美人魚 真的小 好了可以走了 發現一間手搖店 Taste of Taiwan 各種顏色繽紛的配料 外國人好像很喜歡那種白色包包組 就像我們喜歡的地下上面放縫鈴 我還有一個Osman的烏龍蜂 那是烏龍蜂 當加購了一個塑膠袋 不然沒辦法洗腳踏車 塑膠袋20塊 這是來自海龜的怒吼 這也50塊你知道嗎 再加袋子就54了 好喝耶 反正丹麥物價真的就是 你把錢當成台幣就看 像這碗105 剛買的飲料 我的桂花烏龍40 然後你的能力50 對啊 剛才我這台幣的價錢 單位是丹麥克朗 好喝喔 好喝喔 好喝喔